在動物園工作是一個很夢幻的職業 不管我們做得再認真 然後再努力 提升自己的專業 我們的薪資五年左右就會到達天花板 然後直到退休都是一樣的薪資 過去曾經有一個保育員在工作的時候 遇到一個媽媽跟她小孩說 你就是要努力練書啊 不然長大只能在這邊掃大練 我們同時也是動物園圈養環境下 也是動物福祉的守衛者 但是這樣的熱情被燃燒多久呢 總有一天會被限時 會被無法成長的薪資 這個現實給澆死了 我想呢 再調高大家的薪資部分 動物園的員幫 教育局跟我們這邊都是有共識的 動物園要加薪 國是財權意要費 保護青 對 動物園要加薪 不算被捕捉 好 一看 動物園公會今天在臺北市政府前面開記者會 是想要跟教育局陳情 我們的訴求有三個 第一個是我們反對動物園現在提出來的危險加急的方案 將本來最高跟最低只有差七百的危險加急的金額 提高到四千塊之多 有三動物園增保育員但是因為薪水太低受到大家的關注 然後引起了動物園要加薪的討論 那我們才發現動物園員工的危險加急從民國79年30幾年來都沒有再調整過了 動物園的危險加急是依照動物園員工照顧的動物物種來做分類 那最高跟最低三個級距的差別只有七百 可是園方現在提出來的方案是差到四千多 也就是有的人會加薪五千多塊 可是有的人卻會只加薪七百塊 那問動物園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們說因為照顧某些動物比較危險 所以我們要給他更多的危險的加急 我們希望這個加薪不要造成好像某些照顧某些動物 他的薪水比較多 他的專業好像比較重視的現象 動物園裡面的薪資因為比較技工工有 所以我們的起薪算不低 但是我們的薪水在到頂的時候 目前還是不到四十K的 我們工會希望可以透過這次的加薪 讓我們的薪水可以有機會到達四十K的門檻 也是超過四萬這樣 大家可能會想說養蚊蚊有什麼難的 因為大家小時候可能都養過蚊蚊包嘛 但是其實我們管總共大概有七個人 但是我們要負責的物種大概有超過一百五十幾種 然後數量其實基本上一定是破萬不用說的 那昆蟲還有很多不同的各種階段 還有卵幼蟲、永成蟲 那每個階段你繼續做出不同的飼養方式 還有不同的判斷 那舉例來說 像是水生的螢火蟲 它小時候都坐在水裡 但是你要判斷它什麼時候是準備好要化油 所以你要給它準備一個可以傷害的地方 讓它可以順利的上去化油 那除了哨養之外 我們還需要進行繁殖 因為蚊蚊蚊的壽命其實是非常短暫的 所以我們就必須不停的繁殖它們 然後來幫我們展示 那其實繁殖這件事情有很多的絕招 還有一些技巧 因為它有時候你必須要布置一個 很適合它的方式才會進行交配 它交配完之後呢 它還進行禪卵 那禪卵這又是另外一塊 因為有時候很多種類必須給它適合的地方 它才願意生 重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這些專業 那我們這些經驗的積累 造就了我們 經驗積累讓我們獲得這些判斷力 造成了我們的專業 我們一直在從以致的領域去探索 外資的領域 但是我們的薪資根本就沒有跟著 我們的專業而跟著提升 所以我們希望教育局可以讓我們 透過教育局讓我們跟原方可以溝通 拉開可以實質討論的空間這樣子 那財羽市區動物園其實是 世界上少數能夠成功飼養 反折變建立穩定的 圈養山針甲族群的一個動物園 那在今年我們交換了兩隻 穿山針甲到捷克的布拉格動物園 那在過去幾年 今天我們也持續的和其他動物園交流 然後教他們如何去飼養穿山針甲 那為什麼台北市的動物園 有辦法取得這麼大的保育研究的經驗 我覺得這之中不可或許的角色 絕對就是保育員 那我們工作並不只是簡單的餵食 以及打掃這麼簡單的工作而已 我們除了身為動物的照養員之外 我們還身兼素質 需要非常多的技能 但是穿山針甲他每年 至少都會進行二到三校的學術研究 那保育員除了要協助研究的執行之外 那我們也是最了解的動物個體 還有飼養現場的人 所以在研究的進行當中 非常需要保育員對於動物個體 對於環境現場的專業知識 比如說哪隻動物 並不適合做實驗 哪隻動物不適合做人為 嘎吵太多的學術 因為他非常容易緊張 所以為什麼必須站在這裡沒有選擇 那我們就只是想要讓教育群 還有動物員看到我們身上 所具備的專業 還有我們對我們努力的付出 所以我們才今天希望 我們的專業能夠被看見 而且被尊重 還有賦予相應的價值 那在爭取加薪的過程中 公會三月中向原方提出方案 然後動物員也表示樂見其成 然後之後動物員原方一共開了四次的討論會 但是前三次公會都不管是去電啊 或者是詢問啊 然後都善意的說 我們想要進入這個會議 想要了解一下原方的方案是什麼 但原方都用各種華麗的理由 各種各式各樣的理由給拒絕了 直到我們請求 邱威傑邱議員 然後召開跟教育局的協調會之後 然後在議員跟教育局的要求下 那公會才有機會進入原方所謂的 第四次危險加急的討論會 但對公會來說 卻是第一次進入討論會 那在這個討論會當中啊 有發生一些奇妙的行為 譬如說像主席啊 他會表示說 我今天邀請公會 只有邀請公會理事長 你其他理事是沒有資格發言的 好 然後還說 還把三十幾頁的修訂資料 直接打在同一屋上面 然後不給在座的與會人員 一張紙本都沒有 對 然後 還有在透過台議程暗遊的時候 然後想要偷渡 還沒有達成共識的危險加急方案 對 那在討論危險加急方案的時候 也說出各式各樣的經人言論 包含說 這個不好意思齁 你們員長這個都看過都批合過了 所以說這個會議 這個金額跟文資都沒有辦法動 好 然後還會說 你們的意見是你們的意見 教育局的長官不會懂 沒有用啦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是請動物園來開會 不是來跟你們公會協商的 也希望讓各界看見我們的專業 認同我們的新資 應該隨著我們的專業而有所成長 在此 我懇求教育局的長官能夠幫幫忙 一起進入討論與協商 一起來找出更符合現況 更加的新資結構解決方案 我想呢 再調高大家的新資部分 教育局 和動物園的圓方 教育局跟我們這邊都是有共識的 都是有共識 那我們這邊也會跟動物園圓方這一邊 來去請他們呢 盡快的交開勞資會議 就交開勞資會議 那勞資會議裡面一定就會有 公會這邊的代表 一定要參加 找出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案 送到這裡這邊來 我們也會盡快的 趕快的 把它通過我們一些法定的程序 然後我們一起來跟市政府 跟行政院來爭取好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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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